五顏六色的素质黏土 刺激儿童的色彩配色能力 创意捏素般共有八堂课程 规划出不同的小单元 运用拼贴捏素的技巧 启发小朋友想象力 从无到有 创造出流盐板及铺满等 实用居家生活用品 在过程中也训练手眼协调 手部肌肉发展与灵活度 比如说老师会有一个样品没有错 可是小朋友还是可以依照他自己的创意 下去做颜色的变化 或者是下去做图案的变化 像一样都是在捏花朵 可是每个小朋友捏出来的还是不一样 就像他上一堂课 他是捏月亮 然后还有兔子 可是有的小朋友就会把兔子是捏站着的 有的是捏躺着的 所以他们每个想法都不一样 小朋友的想象永远都是天马行空 可爱的创作灵感 更是源源不绝 透过活动的学习 除了增长一些课外生活知识 也培养了不同领域的素养 非常指挥飘价 用手捏 可以做很多动物 很开心 因为可以学到很多 可以装饰家里 因为我觉得很好玩 然后妈妈说可以练习小肌肉 喜欢 然后我都会放在家里当展示品 因为捏黏土很有趣 就觉得可以捏来捏去 真的很好玩 黏土的创作是一种快乐 透过揉 捏 拍 感 压 撕 等基本动作 促进手脑协调的功能 又可以美化生活 让小朋友感受到坐中学的乐趣 艺人王财云 期盼类似的活动 可以多加举办 创意年速班 一开课就获得热烈回响 家长除了鼓励小朋友参与以外 同时也几乎是全程陪同 大人小孩乐在其中 明日新闻洪一伦 不理采访报道